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很多人到公共场所都会避免碰触 尤其是碰到电梯的按钮 甚至会出现电梯里面 没有人要按钮的尴尬情况 有民众这个时候会准备抵来按 但更进阶一点 人工智慧可以拍上用场 Hey Siri 我回来了 只要含一个指令 办公室休息区里的电视 暖气 立灯 全部自动打开 饮水器开关也能伸缩自如 仔细看会发现 原来是这个小小像洞府的开关机器人 在掌握全场 只要把钓鱼线放进这个沟槽里面 就完成了 挂上钓鱼线贴在想操控的开关上 不用换掉原有家具 三秒钟的时间就能打造智慧家庭 新科技并不陌生 但搭上防疫议题可就很有话题 不想碰的电梯开关 不想摸的公共空间按钮 是许多人的心声 用手机代替遥控器 机器人就像模仿手指一般 帮你解决烦恼 流行病毒肆虐期间 其实蛮多人是不愿意去触碰到 可能电梯的开关 然后或是各式各样的按钮等等的 那其实像这个时候 开关机器人就可以 很方便地安装在 也许电梯大楼公共电梯空间里面 去帮助我们去避免掉 去触碰一些病毒的可能 减少按按钮的次数 降低接触细菌的可能性 但想要让家里智慧有安全 还是得靠平常的清洁做起 今天我们请来有超级家庭主妇之称的 杨贤英老师 来分享她如何落实居家清洁 第一步从进家门开始 我比较会重视是一进门的地方 我会用我的消毒水 先擦拭门把或门边 地板的清洁也可以用有抗菌作用的清洁剂 一点点只要喷个三四下在地板上 就直接用湿的拖把拖干净 那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桶子里面 假如有桶子的话 喷一两滴的抗菌的清洁剂 再做清洁的工作 利用拖把省时省力 增加地板打扫次数 是杨老师想提醒大家养成的习惯 在厨房擦拭的时候 我会第一次是用湿布把整个排面擦干净 然后第二次我还会再喝到我的消毒水 然后一定要用干的布或干的纸巾 把它整个擦干 浴室的话 第一个我会保持它是干爽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干爽的话 它可能会有没劲的产生 把它更不好 然后我现在习惯性 就会把马桶盖给盖上 再冲马桶 连洗衣服也有小配包 用较高温度去除细菌 冬天穿起来也暖身 居家清洁其实不难也不麻烦 随手拿起酒精消毒 时常保持干燥环境 保护自己和家人从身边坐起 一起挺过非常时期 记者下 黄保通台北报道